虽然这个女儿小周周啊才四个月 但是辛勤辣妈昆凌呢已经马不停蹄地复出了 全世界啊到处跑赚奶粉钱 近日呢她又赶到这个湖南长沙录制节目 却因为呢太过于思念女儿而在现场痛哭起来 这事儿孩子的爸爸周杰伦知道吗 刚刚有个宝宝在睡觉 就想到我的女儿现在应该还在睡觉吧 这么久然后这次又要再离开她一下 我就觉得加上她现在比较会开始有反应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特别想她 其实孩子他爸周杰伦贵为天王 赚钱能力那是杠杠的 孩子妈妈昆凌大可以选择在家相夫教女 但是今年才22岁的她 却在做天王背后的女人和奋斗事业的艺人昆凌之间选择了后者 是要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 当然希望大家是以昆凌认识我 不是以什么天王嫂 或什么希望大家认识真正的我 想当初15岁的昆凌以英文名Hannah闯荡演艺圈 起初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担任小主持人 我走的是臭皮疯 因为我是项链可爱 然后就穿的是黑白的 可是却很聪明 对 那时的她住着20平方米的单身公寓 垃圾丛生难以落脚 余地凌乱的水平 坍塌的床铺 堆积的废物和不讲究的穿着 两年后因为家人反对退出节目 昆凌选择完成学业 再度回到演艺圈的她 不但成功拿下首个代言 还认识了周杰伦 成了众人羡慕的天王嫂 不缺话题更不少工作 事业上完成了三七跳 达到了多少怀着心梦的少女 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所以如今昆凌会如此注重事业发展 也不是没有理由 于是就算是怀孕 昆凌也从来没有放下奋斗的脚步 天王嫂带给她的无限光环 被这个93年的小姑娘 巧妙地转换成了事业上的催化剂 其实就会说 希望她可以乖乖的 然后让我们很顺利 就是完成这个功夫 7月12号 昆凌在台北产下爱女 9月底 刚生完孩子两个月的她 就远赴米兰参加时装周 大家好 我是海南昆凌 跟我一起去米兰看秀吧 10月20号 小猪周还不到三个月 妈咪又离家到上海参加时装周了 那现在出来工作的话 会想北宾吗 会啊 当然 就是连上场前都还得跟她出去 11月11号 在小周周四个月的前一天 妈咪昆凌出现在长沙录制节目 怪不得她看到小宝宝会伤心落泪咯 那孩子妈妈如此拼事业 孩子爸爸周董同意嘛 即使情况是 夫妻俩早就此达成了共识 其实我们有讨论过 那时候在月中心 然后就工作上门什么的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心里也很胶着 我觉得那我要继续工作吗 还是我们再多休息一下这样 然后说看你身体许法 如果你可以当然就回去工作 不过夫妻俩也约定 每个人离家都不能超过四天 不要出门超过四天 就是我们尽量在四天以内 就是回到家 然后会陪美女 然后加上我们 就是如果我可以的话 我就会把宝宝带在身边 不但要带着女儿外出工作 新手妈咪昆玲 可是从婴儿时期就开始训练 小周周的独立自主能力 就是如果她没有哭闹的话 就不要抱她 就是但你要在她旁边 就是让她知道你在 可是不要养成她 就是一直需要人抱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是她会常常需要 一堆人在她旁边 需要训练她独立 可是又不能缺乏安全感 一出生就要跟着爸妈到处飞 不到半岁就必须得学会独立能力 天王的女儿也真是不容易呢 我觉得看她一天天慢慢长大 开始跟我有互动 我觉得我有时候都会看着她 觉得哇你真是从我肚子蹦出来的 就是 妈咪昆玲忙着平事业了 照顾我们小周周的首要任务 自然就落到了把鼻身上 那现在就是比较多的时间 就是在照顾小朋友这样 从天王女儿还没出生开始 我们就顺其自然地叫她小周周 但是你们知道吗 如此男性化的称呼 才不是小宝贝的真正名字 其实我之前有在微博上讲过 她叫妹妹 对 但是大家可能还是习惯 叫她小周周 对啊 之前是知道她性别的时候取的 因为就会觉得 她是弟弟还是妹妹 然后不知道 然后医生就说 她是妹妹 然后自从那个之后 我们都叫她妹妹妹妹妹这样 之前昆玲也分享了女儿玩 模拟钢琴软件的视频 可以看得出 妹妹的音乐细胞绝对随霸哟 好啦 那么问题来了 妹妹的长相难道也是随把鼻吗 我觉得嘴巴非常像她爸爸 很有特色 然后鼻子我还说不上来像谁 然后眼睛的话 我一开始觉得比较偏爸爸 可是我后来想 就看我小时候的照片 其实跟我还蛮像 脸星是像我 现在觉得特别漂亮 就是她的旗毛特别漂亮 星云六四线 终合不到